我吃吃一看 太大了 太大了 大哥 根本就說不會大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Kid 哈囉大家好我是Liam 我是Kid OK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 一樣美食的單元 最近好多美食 沒錯 因為我覺得 既然是小胃王 我們就不要跟人家在那邊 大量化挑戰 有時候 拍起來的效果不好 那 觀眾可能看起來會覺得很賭爛 要吃又沒有吃那麼多 沒錯 三個娘們 對 所以我們決定呢 就走精緻化路線了 今天 大家都有看到桌上放了這個 像便當盒的東西 這 該不會就是傳說中的 章魚燒 沒錯 這是一個章魚燒 我試著用單眼看它 看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沒錯 還是一個章魚燒 對 對 沒錯 它是一個在普通不夠的章魚燒 對 那 因為它滿便宜的啦 所以我就買它了 嗯 這個12顆才60塊 喔 裡面會不會 都是 只有澱粉而已 沒有章魚 我也不知道欸 我只是想說 好像都沒有吃過這間了 不然我們來吃吃看吧 就邀了你們兩個 這邊裡面總共12顆 一人4顆 嘗鮮一下 喔OK 我們來吃吃看 究竟它的章魚燒裡面有沒有章魚 對 各位都已經有看到這個章魚燒的外貌 其實還不錯啦 這是章魚燒 沒錯就是章魚燒 皮開始皺皺的 好OK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享用一下 我們這個章魚燒啦 究竟這麼便宜裡面到底會不會有章魚 吃看看啊 沾一下它這個芥末 唉唷 軟趴趴的啊 我吃到一塊東西 貌似是章魚燒 我看一下喔 觀眾啊 這麼小塊的章魚耶 它12顆了你難要求什麼啊 而且這是真的章魚嗎你覺得 感覺吃起來 有點像 假章魚 可是應該也是章魚啦 可能是章魚一些比較便宜的地方 嗯 便宜的部位 對 因為畢竟 它量多嘛 所以說 成本還是要計算 那你相信一件事情嗎 或許有工廠 專門把章魚用下來的那些不要的部位 全部攪成薑 再把它加工 拼湊在一起之後 切塊 唉唷 有可能喔 進不進 所以現在 什麼東西是真的 什麼東西是假的 沒有人知道 都要生病了才知道 吃出問題了你才知道 古代有神龍長百草 我們現在的人都在常讀啊 嗯 譬如說像之前的新聞那個 生出來的小孩雞雞變超小 錯話器 我鳥小的尿尿看不見 好險我們不是那個年代的 你有沒有覺得他每次 我的影片他吃的東西 都吃的特別的少 我有一個事情 我覺得特別的奇怪 這個東西我連夾都還沒夾 怎麼已經破了 髒體也被挖了 所以我一直在觀察 我在觀察章魚 那你看我現在夾起來 一塊章魚都沒有 剛剛這樣子的章魚量 你滿意嗎 不要跟我說這是章魚 不滿意 剛才才吃到一塊是章魚了 兩塊都變這樣子了 你說我不是 OK 沒問題 我知道這樣子的章魚量 絕對不是你們滿意的 因為我今天只是想要來看一下到底章魚燒裡面 他的章魚到底是多大 我們先把桌子鋪一下鋁箔紙 我待會上一道好料的給你們看 哇 今天King又大手筆喔 是不是 又大手筆 原來這個只是前戲嚇到我 我想說剛才都沒吃到章魚 好的各位我們 千辛萬苦啊 把桌子都已經弄好 兩位應該有看到桌子都已經幫你們放上兩個碟子了吧 是的 還放了這個 砧板 砧板跟這個刀子 究竟我要做什麼 你後面似乎長了一根東西 巨大化的章魚腳 哇好大一根喔 這貴了這個 一公斤 哇這個 哇這個 太大了 這個是北海道生死等級的 哇北海道生死等級 這貴了喔 這跨海來的啊 不誇張啦 上面都寫日文 我好奇一件事情 他上面這個吸盤啊 究竟性在還有沒有吸力啊 沒有了 可是他這個吸盤大到 讓我覺得有點噁心 哈哈哈哈 雖然有點噁 一顆一顆的 我覺得有點密集恐懼症 對 我們現在先來把它切開來吧 不要讓它倒 它會出汁 來 喔 哇 哇 章魚的這個觸角 哇 這麼大 生死等級的喔 絕對可以生吃 看起來好誘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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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哈利不寄給我啊 有點像是果然的 我吃吃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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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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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大哥 大哥 剛剛說不會辣嗎 不會辣嗎 不會辣啊 有點累了 我覺得這嚼勁有點強啊 那你覺得 你覺得有沒有真的讓你覺得是在吃章魚 應該說真正的章魚就應該是這種嚼勁 觀眾啊 看一下 這麼厚啊 為了頻道犧牲值得 我 arch 文 Julie 服務人員啊 他跟我說 可以深吃 也可以烤 我們涂上 烤肉醬 來試看看 這樣子吃起來口感好不好 嗯 嗯...我覺得這樣好像比較好 變得超好吃的 脆脆的對不對 嗯 它雖然烤完了 可是你咬它還是會出汁 喔 配上烤肉醬跟這個海鹽 特別的好吃 剛剛剛剛切一切你們一定吃不完 絕對吃不完 這邊你相不相信吃得完 剛才那個生的吃到後面會有點怕怕 我覺得大師一出手變之有沒有 我們簡單的料理都可以讓它變好吃 舒服 各位 現在是凌晨一點 這個時間吃成這樣才不應該 看我們這樣吃啊 你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去買來試試看 應該一般的水產店都有賣 那今天的這一個 巨無霸章魚餃的這道料理啊 就到這邊 如果說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 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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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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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個 中文字幕下方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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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